一个人运气再好,若是家人运气很差,那也难成大事。 一个家庭运气不错,你的运气差一点,那也无大碍,会被家人带着走向成功。 正如《三峡武艺》里的一句话,这也是家运使然,活该是冤孽,再也躲不开的。 家庭是人生的出发点,也是后来的归宿,若家运亨通,那是莫大的幸福了。 那么问题是,如何才能知道家庭运气好不好呢? 现在,和大家探讨一下,通过房子的布局,看家运的好坏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《九窝谈国学》。 房有书香,门底兴旺,有的房子一点都不奢华,但是房子里有书,还有读书人。 过了多年,再去看房子,就变得阔绰了,因为读书的人有了成就,光宗耀祖了。 著名书法家颜真青,从小就看到父亲颜为真用泥巴水做墨,用泥巴墙做纸,刷子做笔,反复链子。 他深受启发,也学习父亲的做法,对链子很有兴趣。 父亲在他三岁时,就过世了,因而家倒中落。 在母亲殷夫人的鼓励下,颜真青继续读书写字,还有了黄尼席字的习惯。 当我们羡慕颜真青的书法,为官的座位时,更应该看到他家的房子的墙壁上,铺盖了多少的文字。 曾广贤文里说,家无读书子,官从何处来? 房子里没有书,就像少了窗户一样,外面的阳光无法涌进来,屋里的人也看不到远方。 当然,也有一些房子里,书很多,还摆放很整齐,但是书上落满了灰尘,书也长期没有翻开,所以我们仍旧闻不到书香,只有虫柱的味道。 作家于果说,各种蠢事在每天阅读书的影响下,仿佛在火上一样,渐渐融化。 一家人都读书,那么各种愚昧的事情。 就很豁然,也能防备大家的高认知,自然会促成很多高人一等的事情,从做什么都很顺利。 少年读书,十年寒窗,一举成名。 中年读书,认知就是财富,老人读书,如点灯夜行,成为子孙的榜样。 不管房子多小,多偏远,打造书香门第,家庭总会好起来。 房很干净,财运不断。 古人云,财不入屋门。 在我的老家,到了过年,家家户户都清扫房间,因为怕穷神闯进来。 穷神就喜欢那些邋遢的地方,看到谁家没有喜气洋洋的福字,就赖着不走。 我们还知道一句俗语,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。 你和家人都希望赚大钱,但是家里脏乱差,钱也不想来做客。 作为山里人,这些年,搞起来农加油,尤其的夏天,城里人就喜欢到山里避暑。 有的村民喜气洋洋的说,一个夏天可以赚四五万,比打工强多了。 奇怪的是,村里的小张愁眉苦脸,他一个暑假赚不到一万,并且有的客人来了,骂骂咧咧地离开。 经过观察,才知道小张的媳妇很不讲究,做饭毛毛躁躁,常常有野草夹杂在青菜萝卜里。 他家门口,养了鸡、鸭,但是粪便长期不清理。 屋后的树林很深,也没有去除杂草,导致蚊虫乱飞。 这样差的环境,要让客人长期住宿,肯定是行不通的。 当然,除了房子以及房子周围的环境布局,我们还要注重人情的布局。 就像村上春树说的,对相爱的人来说,对方的心才是最好的房子。 把内心的杂念清扫干净,对待客人很有礼貌,不揭露客人的小错误,不计较人与人的小矛盾,这样做,和外人相处会融洽。 在家里,家人的言语干净,能好好沟通。 就可以消除很多内耗,尤其是在家财分配上,不要有私心,不要暗中算计,家人就会有赚钱的合力。 没有外表矛盾,也没有内耗,房子周围很美,对于财富的吸引力自然就强了。 房外热闹,蒸蒸日上,古人云,门前冷落安玛西。 我们也常常用门可罗雀来形容,生意很差。 房子在冷冷清清的地方,要赚钱是很难的,就是要社交也难,尤其是门面,位置真的很重要。 认真琢磨一下,比位置更重要的是,如何做人? 曾广闲闲文中说,富在深山有远亲。 穷在闹市无人问,做一个富贵的人,愿意让别人致富的人,就是在深山,也会带来好运。 比方说,一些养殖户,家在深山,但是生意做到了大城市。 把房子变得和气一些,和周围的人关系好一些,家人出门,就很容易遇到贵人。 正所谓,相与临近好,犹如一片宝。 看看北宋宰相王安石的家,我们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一直名气很大了。 他在京城的时候,门口常常有官员拜访,也不论官职大小,都会热情待客。 他隐居到江宁,门口也没有围墙,村民都能自由出入。 他还和村里的老人下棋,没有架子。 再看看春秋时的子涵,他的邻居是一个鞋匠。 官员们都认为,让邻居搬家,子涵就有了院落,但是子涵却说, 人家三代在此作协,一旦搬走,顾客就找不到了,生意就难了。 怎么能够因为我的私心,让别人活得痛苦呢? 还有齐国的燕子,住在市场边上,也不嫌弃吵闹, 而是以此为机会,知道市场行情的变化,知道老百姓的疾苦。 房子的周围,热热闹闹的,人气很旺盛,那就不愁家业不发展, 一家人都被邻居讨厌。 那就家业一筹莫展了。 好的,风水格局设计,阳光充足。 有的人会说,风水和阳光这两者会有什么联系吗? 对于风水来说,讲的就是藏风那气,住房阳光充足的话,就可以吸纳天光白气,充足的阳光, 不仅能使人心情愉悦,还能使家中的风水得到滋养,能够更好的反腐住户的运势。 因此,最好的住房,应该经常有阳光照射,如果有阳台,最好不要被遮挡。 东西朝向。 都说坐北朝南是最好的位置,但是这个是和风水变化有关联的,就比如一户人家坐西朝东。 那么比较优秀的出入位置就是东北方的凉位,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,加入房间户型比较窄小,这个方位就不会存在,或者位置很难辨认,这就不能很好地体现风水。 所以,一般东西朝向分房子风水都不会错。 卧室。 卧室是一家中比较隐私的地方,所以卧室的风水一般需要安全和私密,这就导致需要避免和其他外面的风水相抵触,应该杜绝和其他房门相对,减少空气的对流,可以防止财气的流失。 卧室里的床摆放也有讲究,床不能对A屋顶的门梁,不可正面对A镜子的,都可以预防煞气和财富的衰退。 一通到底。 为什么大门不能一通到底呢? 这里的一通到底是指,进门就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或者通道,因为大门在风水中是可以聚集财气和浮运的气口,如果一直到底的话,污秽的邪气也会灌入房间,对财势和浮运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。 最好在大门玄关处摆放一个屏风或者其他遮挡物,能够起到一定的阻隔作用。 玄关风水禁忌。 玄关风水,把好进门第一关。 玄关是我们进门的第一个空间,其风水是决定不能忽视的。 玄关风水有五大禁忌,入住之前必须先检查清楚,避免日后影响到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和风水,一起来看看吧。 玄关高度,宜高不宜矮。 玄关宜高不宜低,玄关顶上的天花板若是太低,具有压迫感,象征这家人备受压迫,难有出头的机会,而天花板高,则气流通畅。 玄关颜色,上下勿失衡。 玄关天花板,色调一轻不一种,如果天花板的颜色比地板深,这便形成上重下轻,天翻地覆的格局,象征这家人长有失序,上下不目。 玄关格局,采光移民不一暗。 客厅玄关的采光移民不一暗。 而大部分住宅的玄关,都没有自然光源,所以要用室内的灯光来补救,例如安装灯之类的,在验收家居时,要注意看看玄关的灯是否够明亮,明亮的玄关能为你带来好的运气。 玄关地面,切记凹凸不平。 墙壁地面即凹凸不平,玄关是住宅进出的主要通道,墙壁及地板平滑,则气流畅通无阻,如果已突出的石块作为玄关装饰,凹凸不平,则宅运便会有诸多组织,必须尽量避免。 玄关摆设,不宜正对镜子。 镜子不可正对大门,镜片有反射作用。 如果正对大门,会把从大门流入的望气及裁气反射出去,将财神拒之门外。 曾国藩说,有诗书,有田园,家封半读半更,但以基求成组则。 曾家几代人都谋划读书的大业,也勤恳耕耘,因此出了曾国藩这样的大人物,并且子孙个个有出息。 他的老家,现在都很热闹,干净整齐,是很多读书人喜欢打卡的地方。 若想改变家运,那就积极改变房子的布局吧,别总是抱怨社会不公平,别人不帮忙。 自己的家庭变好了,那就是筑巢隐凤,一定会好运连连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 赢6000牌 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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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入口食物 堰 堰